來到農曆4月15天傑座滿月 由這一刻開始到農曆4月底即西曆5月22日 根據各下的太陽或上星星座 自身整體運勢會怎樣呢? 在我就處12星座專題去分析你們各自身整體運勢之前 現在先做一個general 全人類的星盤分析 聽得明白我說什麼 現在不是只說天傑座 是全12星座 今次這個滿月圖的亮點 就是這個月亮 在答正這條ASC這條上星座 答到正一正 還有它是去天傑座的 根據我的經驗 理論上如果月亮去摩蠍座 又叫山羊座 這個位置叫Detriment 理論上其實是比月亮去天傑座 這個叫Fall的位置 不好意思中文其實我不是很懂 因為我以前讀占星我都不是拿中文讀的 其實我是用法文讀的 因為我的師父是法國人 但其實也不是全部是法文的 因為他的英文都可以的 所以有時候會英法夾雜 所以先言歸正傳 理論上 其實月亮去天傑是一個似一等衰的位置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根據我塔尖暖南 看這麼多星盆的經驗 其實月亮去天傑是更衰的 然後看著 月亮搭正這個一公投 ASC這條族 然後整個本帝的亮點就是 除了月亮去天傑這麼衰 還有木星 在這個摩奇也叫生日 也是衰 因為整年的位置都是這樣的 這個不續遺跡 然後其他全部的地球 其實我們都是叫Peregrine的位置 即是游離 全部是一些 完全是很不適合的地方 除了什麼呢 除了土星 土星在水平 土星就是黑色這個象徵 我覺得好像一個日文字 但其實我不懂日文 但有時候有些日文字是否看到這個類似的東西 好 除了土星響水平是一個強勢 不過土星也就快逆行 所以原來這個 就是伴隨著這個滿月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還有我想說 其實伴隨著這個滿月 也不只是說接下來這十幾天的能量 其實是可以去到大半年的 告訴你 其實滿月的能量是可以去到大半年的 但是我有時候做這些星座運勢 所以我就讓大家去簡易點明白 簡易的話 我和你當去到農曆月尾 但其實是說接下來的大半年 好了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同時我們要看一下火星 火星呢 就在容許道之中 就四分緊 金牛這個游離的水星 和三分緊 在雙子這個游離的金星 OK 再說一次 因為月亮在天蠍這個一公投 原來呢 大半年 尤其是這十五天之內 OK 會有很多冷血 冷暴力的事情發生 OK 如果真的要比較熱血一點的話 真的大家會很容易 先是口角 雖然沒有 很多這些衝突爆發出來 是的 由你去到最親的人 或者一些陌生的人 OK 甚至去到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看過我最近的塔千亂男星盤分析 那你們找回hashtag OK 那最近那個呢 我都說了 現在在世界上 是的 接下來呢 就無論在政治 經濟 民生 社會 都會爆發什麼呢 我講了很多東西 包括戰爭 是的 包括戰爭 大家要小心一點 而且因為接下來是很crazy OK 即是冥王星已經在疫行當中 OK 還加上5月11月13日14日 OK 差不多是conservative的三日 十一 十三 十四 即是差了十二 土 金 木 三星 雙計都會疫行 OK 然後木冥是黏在一起的 即是木冥一起黏著疫 OK 然後土有野 金有疫 OK 然後冥土都是雙胸症 兩顆胸症 是的 然後金木是兩顆急症 是的 加上這裏的力量 是會空上加空 大家真的要小心留意 那當然 如果配合這次這個滿月 就有其留意來近這15日 其實根本上這大半年都會發生很多激烈的鬥症 或者是一些很冷血 一些神經刀的暴力 OK 大家麻煩 即是出街都要戴頭盔 還有要一眼關心 不要經常在耳朵 在聽歌 有什麼好聽 留意一下自己身邊發生什麼事 如果不是萬一一個 我不小心被人砍掉 你都不知道 糟了 接下來是你們天傑的承摩之路 為什麼呢 首先你們天傑有什麼東西是很有名的呢 不是很有名 即是很惡名超張的 OK 第一是記仇 不過說真的 其實我塔之亂林刀 真是人治愚盡 因為你們可以聽我以前做的一些不同的Live 或者專門去講星座性格那些的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是經常幫你們去散美招牌了 是的 我經常幫你們去洗脫污名 我經常都說 就算天傑是記仇 這個是真的 但是他們不一定復仇 OK 因為那些人經常覺得很害怕 你記仇就一定復仇 那我就說 人家哪有這麼多時間 不管你 是不是 但是會記你一切 但是同時我都強調 記仇都會記愛 是不是 你有仇恨 其實另一個方面 其實都是一些愛 是不是 愛的反面是恨 恨的反面是愛 所以其實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對天傑好 他是知道的話 他會湧傳而報 所以其實我經常幫你們去唱好 那你們真的要感激我 真心的 OK 第二個就是 你們有什麼東西 同時都很 就是照明遠播 就是 那個心防很高 是的 那個self defense很重 是的 但是 接下來你們呢 嗯 竟然 你們會放下這些東西 是的 聽完 為什麼會是一個承摩之路呢 我稍後慢慢解釋 但是你要聽這個次序 是的 你們呢 忽然之間會選擇不記仇 是的 會選擇去寬恕 去言論 去包容 去接納 去遺忘 一些舊的事情 算了 算了 OK 是的 第二 關於心防方面 你們會願意和人打開心扉 和人有一個很強烈的 one on one的交流 是的 是的 和這兩個議障 是可以共通的 OK 你們可能有一些 本身不是很喜歡的人 你們之後就聊多些解 然後就選擇去原諒他 OK 是一個很完整的story 可以變成 好了 但是 為什麼會是一個承摩之路呢 嗯 因為呢 你們這些 一腔良好的 願望這種的熱情 是得不到相應的回報 正等於 好像等於 你們難得 無端端伸出一個友誼之手 但是人家不接納 不但人家還打你的手一下 那你是不是會馬上縮回去 所以呢 會有這種期望的落差 是的 我替你們天氣有點不值 但是我給大家一個勸告 其實有時候這些事情不是說 有時候這個世界上做的事情 不是說要做給別人看 第一 也不是說一定有一個結果 但是其實是 做完是給自己 還有 甚至 如果你要說一個神聖的說 其實是做給上天去看 是的 那麼 是啊 所以 我未必一定會說是很差的 但是 總之那個預期的結果 你是會得不到 OK 所以會有一些失落感在 還有就算是得到的話 這種的快樂 這種的被接納 別人都去跟你有一個很好的交流 或者 你是嘗試去遺忘一些過去的痛苦 只是會得到一個短暫的成功 可能之後你又會從頭再去想過一些負面的東西 或者 然後別人和你的友誼又會很快去破裂 OK 還有講漏了 以上的全部講這些 如果是對一些什麼的人 尤其是有關 尤其是對你的家人 你的親戚 這樣 這樣可能會 放下你的心房 然後 遺忘一些過去的不開心 但是 就算是成功 都會稍重即勢 所以為什麼 那個失望 那個不滿足 又會很快去侵襲回來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 你們接下來是一個承摩之路 就是說 喂 難得你們去放下一些自己 本身不是那麼好的一些性格特質 是不是 然後 當然你是想得到一些很正確的feedback 這樣才可以去得到一個鼓勵 得到一個incentive 不斷去feed你們去繼續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 但是 十年 即是不逢一樣 你們去做這件創舉出來 但是竟然是沒有一個好的收成 那你們就會縮回去 所以我覺得 如果跨不到這個心理關口 你們很容易隨時 就會不斷 繼續去走舊的道路 所以首先我要給一個心理準備 各位天傑的朋友 還有我再說一次 有時候一些事情 不是真的說 做了是 求一定有一個回報 但是 做完是其實去改變一下自己 所以 對 給大家一個心理準備 就算 接下來是想撕掉這些性格 而得不到 你想預期的結果 但是不要放棄 因為其實 你已經走對了 這條道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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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